靠近新天碧潭的美志成社区约有900多户居民 社区范围广 住户多 在管理上可说是相当不容易 因此社区管理委员会主委陈豪娟接任之后 就力图以一化让社区管理运作更有效率 像是每天都有堆积如山的包裹 借由电脑登入再以APP推播通知住户 使得包裹领取更加方便 社区管理的APP 现在你看大家网购非常的踊跃 所以在家里就可以买很多东西 那透过一个APP的管理 我们其实更快的速度去消化这些东西 除了包裹领取的一化 在监视器的部分也采用智慧化监控系统 不但整合了全社区监视器的维护管理 而且高画质的监视镜头和云端画面存取 让社区安全更进一步的升级 而在管理室外还有个中华邮政设置的i信箱 也提供了社区居民便利的邮寄服务 希望他可以分流 就有些人不是通通都是把货啊 往警卫视这边 他也透过这个医化的这个哀油箱 那现在这个哀油箱非常的方便 大家也开始习惯去使用它 社区主委陈豪娟指出 美之城社区是在地相当有历史的社区 要改变旧有的习惯和运作的确不容易 但只要开始做才会有机会改变 要去改变是不容易 那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容易 但是只要我们开始做才有可能改变 我不开始做永远都不可能 那包括这些医化的过程 其实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 警卫啦然后这些人 他们其实有一些都有一点年纪 他说说啊主委不可能啦 这个很难啦 可是很妙的是不到一个月 他说很好用耶 不论是设置智慧化监视系统 还是包裹签收通报医化等等 藉由创新有效率的管理 不仅可以提升居住品质 也让社区更进步更有活力 记者陈小丹采访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